你打球压腕就是因为你有一个细节做不对了 每当我们一下拍引拍 你们注意看 我一定会有一个小臂内旋转正拍面的动作 这个时候我一打完了以后 你们注意看我的手腕这个位置 它会往外走的 我们是在拍子打正面了以后 这个时候随着这个速度的关系 所以我一打完以后 然后我会泄力 我一泄力的时候 我的这个手腕它会往外这样去走 如果你打完球了以后 你的拍子是立着这样往前走 你很容易压手腕 所以会导致手腕受伤 所以由于我打完了以后 有一个速度的关系 所以我会往外走 手腕一往外走了以后 然后我收拍的同时会变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打完以后收拍的时候会这样子去收 这才是对的 如果你们打完了以后 拍子是这样直着了 很容易压手腕 你们打出去的球 这个拍面要稍微斜着一点点 这样的话你的手腕是往外的 它就不会压手腕 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和我深度交流 没变得到 这就能打下去了 就能打下去了 这次我们才能打下去了